再來歡迎這一位 我就自己在這個美麗的歐巴桑 我想胡老師 他會要我來這裡和大家分享 剛才校長講了 之前生命教育分享的時候 邀請到像養恩典 他們這樣之地上面有一點點尚愛 但是他們熱愛生命 所以講我是一個歐巴桑 但是我在家裡面工作了 我當家庭主婦了嗎 當了17年 所以當初胡老師 要我來和大家分享的是說 一個家庭主婦 怎麼帶台灣人到國際場而去 這個躲在家裡面的家庭主婦 如何從家裡走出來 然後不但走出台灣 我們還走到愛爾蘭去 在我講到主題之前呢 我想我要先講一件事情 就是我有兩個女兒 一個高中二年級 一個國中三年級 剛剛好我剛進來的時候看排名 你們剛好都這個名字 但是我要說 我這兩個女兒呢 長得都很漂亮 一個呢 一百七十六公分 一個一百六十八公分 有人拍手耶 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他們是 都是天主的孩子 然後在我的幸福中 他們永遠是最美麗 最漂亮 還有 我真的很有氣 那為什麼一開始我要這樣講 因為我回去之後 他們一定會問我說 爸 你去扶人多學 分享的怎麼樣 那如果我跟他講說 我的開場白子 講說 我有兩個女兒 都長得很漂亮 這後面我都不用告訴他 他一定會告訴我說 媽 我想你的演講 一定講得很棒 講得很好 為什麼 因為你講 我們兩個都很漂亮 都很讚 後面內容 因為上個禮拜 我寫了一篇文章 我跟他們講說 文章裡面 有寫到 大女兒的一個好話 寫到二女兒的一個優點 結果他們兩個文章都沒有看 只聽我講這兩個 他就說 媽 你這篇文章真的寫得很好 耶 因為裡面有他 他覺得 他是受到重視的 他是被愛的 他今天呢 我正在這裡 我們六月份去愛爾蘭已經回來 那我回來的時候 真理電台 邀我去訪問 他的第一個問題 我聽完了真的是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然後我跟他說 我真的要回答你嗎 而且要通過電台回答你嗎 他說對 他的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是你 你不是我們全國的某某某某代表 也不是我們某某某團體的Leader 怎麼會你當我們全國的國家代表 而且是第五十屆 國際聖體大會的國家代表 為什麼是你呢 哇 我問他說 我真的可以在電台回答你這樣的問題嗎 他說 你就講 為什麼會是你 我就想三年前 有一天的早上六點多的時候 我接到了一通電話 電話響起時 我的孩子正在吃早餐 他說媽 這麼早有人打電話來 一定是詐騙集團 他說你要小心 結果電話那頭說 欸 我跟你講喔 有一個機會去羅馬開會 你或你的先生 都可以去 然後我女兒說 媽 我就跟你講 這一定是詐騙集團 聽筆下哪有這麼好的事 一大清早就有人打電話來說 喔 可以去羅馬開會 這件事情呢 我真的放在心上 想說明 這下該怎麼辦呢 好 我就去找了 嘿 等一下跳跳跳跳 喔 跳一下好了 我開始喔 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最近找了我的老師 這個老師呢 一直陪伴我 十幾年的時間 我當家庭主婦的過程 他一直陪我 教我要怎麼跟我的孩子 好好的相處 教我怎麼樣用 柔和的眼睛說眼裡的話語 很像要演戲喔 但是實際上 這是一個挑戰 這個老師呢 告訴我說 欸 如果這是一個邀請 你何不試試看呢 我是一個天主教徒喔 所以這是 這個兄弟會告訴我 他說 靠你自己 什麼都做不到 但靠天主的大能 你就什麼都能做 我回到剛剛 我們念一念好不好 我們一起說 靠自己 什麼都做不到 仰賴天主的大能 就什麼都能做 他就這樣鼓勵我 我以為很單純的 我就說 這什麼 對呀 我以為家庭主婦能做什麼 但是呢 靠天主的大能 就能做 所以我就寫了簡訊 回了這個當年話 給我的長官 所以就這樣 開會通過了 兩年前 我們就清晨了 但是呢 在去之前啊 我剛才有跟吳老師分享一下 我說 答應說要去之後 馬上接到一個挑戰 羅馬那邊寫信來了 他告訴我說 請你要交一篇報告 我說 不是就開會嗎 這個過程還有一個 很有趣的是 我的先生 告訴我說 你放心 歐洲人啊 英文也不怎麼樣 好 你不用擔心你英文好不好 反正其實大家英文都不太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神不在罪 但是 我居然相信 他們的英文應該也不會太好 所以我就很勇敢的 開始 謝謝 謝謝報告 當然報告 我們還是請別人 幫忙修正辦事 然後 在出發前 在進入到今天主題之前 我想 我講了這一些 很短暫的經過 同學們或許會覺得 這個好像在變魔術啊 你猜我會不會遇到困難 會不會 會不會有困難 會啊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說 我英文已經二十幾年沒有用了耶 雖然我好久好久以前住在國外 但是我好久二十幾年沒有用英文了 我就回去 開始上英文課 然後 這中間的過程 除了單單依靠天主的大賴 有一首歌 一直幫助我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所以我現在要邀請你們 跟著我一起 然後你現在先深深的吸口氣 好 我要介紹這首歌給你們 叫做天使心 這首歌呢 帶著我 從那個覺得是詐騙集團 然後到很開心 慢慢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到 遇到困難了 在這首歌當中 我找到了另外一個希望 他說 生命的美麗 盡在成真的笑容裡 受照正奇妙 彰顯天父的榮耀 深深的響起 你是獨特的唯一 你先把你手中 有的東西先放下來 你先伸出你的右手 你的手會跟我相反 因為我的左手現在拿完 你伸出你的右手 放在你左邊的心臟上 假如你的心臟剛好是在右邊的 你就伸你的左手 放在右邊的心臟上 有生母老師在這裡嗎 真的有人心臟是在右邊喔 真的有人心臟是在右邊喔 把你的手放在心臟上 都放好了嗎 有些人還沒有放喔 然後你要很深的吸口氣 讓你的胸膛挺起來 慢慢的吸 好 慢慢的 很好 再吸一次 慢慢的呼 還沒有放的呢 還來得及 現在放在你的心臟上 感受一下你心跳的震動 再吸一次 慢慢的呼 好 輕輕的把你的眼睛閉上 把眼睛輕輕的閉上 好 再一次深深的吸一口氣 慢慢的呼 感覺一下你手中 你心跳動 碰到你手的感覺 你心裡面 你心裡面 告訴自己 謝謝你 在深深的吸口氣裡 然後慢慢的呼 然後慢慢的呼 把你的注意 轉到你的耳朵來 再慢慢的吸氣 再慢慢的呼 你心裡 要親吻 用你的耳朵 慢慢的聽這一首 感受 感受你還活著的美好 你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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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 你心裡 你心裡 愛就等到多麼遠 愛就等有多麼深 不要問我唱 愛就等到多麼遠 穿下愛就等 咫尺永遠不放手 一起去像天是星 來邀請你們 大家一起來唱這一首歌 雖然你不熟悉 但是呢 我們跟著旋律一起來 感受生命最美麗的地方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一個微笑 我們一起唱 生命的美麗 竟在純真下榮林 手照著奇妙 掌聲天賦的榮耀 鮮鮮的鄉親 也是不斷的唯一 因為用力 祝福節的愛情 生命的榮林 都要去祈福 神經 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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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首歌往這樣唱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少了點什麼 來吧 把我們的袖子捲起來 把雙手借給我 我在大概唱了兩百遍之後 才把這首歌 原來這首歌 跟我們的肢體融合的時候 會是有多麼美好的事情 我 還是 你的生命 從媽媽肚子出來的時候 人夫主相遇了 可是 在純真的笑容 孩子最美麗的 就是那美好的笑容揮起來 雙手借給我好嗎 來 然後把拳頭握起來 把這隻手張開 好 從左邊 右邊一起 生命的美麗 好 想演 近在純真的笑容 要微笑喔 你知道嗎 再一次 生命的美麗 近在純真的笑容 也可以讓自己 自己給自己微笑 給別人微笑 好 好 受照真奇妙 一粒種子 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人 他能結出十多之力 好 我們再一次喔 這是什麼 蛤 我自己突然忘了那個歌詞 這是什麼 看一下 喔 好 受照真奇妙 彰顯天父的榮耀 我們上面的同學 可不可以一起來 好 來 把米放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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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什麼都沒有聽到 都沒有關係 你把這首歌 學起來就好了 來 生命的美麗 靜在純真笑容裡 好 再一次喔 生命的美麗 靜在純真笑容裡 受照真奇妙 好 一粒賣子 或不落在地裡死人 哪能接觸死活的頭上 好 好 深深的想起 好 從美美的地方裡想到了 你是獨特的唯一 你自己 在媽媽的眼裡 在爸爸的眼裡 是獨特的 唯一的那麼一個 好 好 再一次 深深的想起 相信你是獨特的唯一 因為有你 往下 祝福日本海基 好 我講一下喔 這一首歌 是我有一次去參加演唱會的時候 她 在螢幕上 就像你們這樣做的 然後在螢幕上出現了 下面的一對母女 這個媽媽呢 肩膀上 躺著一個女孩 女孩大概跟我們年紀差不多 還流著口水 鞋躺著媽媽 接上的時候 很滿足 很開心 寫這首歌的 這個老師呢 他是特別為他們寫的這一首 因為 這個孩子不會長大 但媽媽的愛 永遠不會離開 所以 你想想看 深深的想起 你是獨特的唯一 在媽媽的眼中 在爸爸的眼中 你是獨特的唯一 在天父的愛 你是獨特的唯一 因為有你 再一次 我們雙手拿出來 因為有你 祝福之門開啟 山有多麼高 再一起來 山有多麼高 愛就能有多麼深 再一次 山有多麼高 愛就能有多麼深 路有多麼長 愛就能有多麼遠 愛就能有多麼遠 好 春夏的秋冬 這最簡單的 一下就扮演了 春夏 然後再來秋冬 可以歡迎自己的對不對 好 很好 來 再一次 我剛才未來還沒有第二次 春夏 好 走秋冬 堅持 自己拉住 堅持 陪伴 不放手 讓我們一起去愛 向天使勢 好 很難得 好 我們可以保有這樣 很純真的笑容 這一次喔 我們從頭來 從頭來我們一起跟著歌 跟著音樂 來 我不要再破壞一次了 來 生命的美麗 生命的美麗 天愛 成真正的美麗 手腳趁其 手腳趁其 裝寫 天賦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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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手上進 身手上進 是 你的美麗 一位有你 雙人 我和你陪伴 陪我一起放射 我和你一起去的 一起心 生命陪伴 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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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陪伴 陪伴 陪伴 生命陪 陈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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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陪伴 陈伴 哭泣泥 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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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我来到 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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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來看上去酒酒 心情與未來的冰花秋 愛的淨淨與愛 愛的淨淨心也對我愛的淨淨 愛的淨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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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旁邊的人 看一下旁邊的人 看一下旁邊的人 再看一下右邊的 看一下右邊的 看一下上面的 好 我們最後唱這一句 親親告訴你 我們一起唱 親親告訴你 你是我的唯一 一個人 好 永遠愛你 寶貝好愛你 掌聲鼓勵 我知道嗎 這是屬於你們的歌 我發現我在上面唱得比你們的歌 今天不太好 怎麼年輕人是給歐巴桑呢 這樣不對的 再來一次好不好 好 好 生命哪一次好不好 好 好 來一次 生命的美麗真愛全 真相性 去啦 來 生命的美麗 今天還出真相忽 生命的美麗 那天也不知荣耀 深深地相信 你知不得了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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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要不忘了 愛就能夠合身 不希望我感傷 愛就能夠合نا 你acağım 你知不得了為我 你知不得了為你 你知不得了為你 有沒有受了為你 只要是一生死 只要是有多多 愛是有多多往生 能量的往生 愛就難道多默奕 人家的救命 追尺的往生 我愛靜靜的往生 請到是你 他就比如說 我靜靜的俗語 你是我的唯一 愛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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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問我 讓你們好 你們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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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樣 我想到了一個 我們在國際場面裡面 最引人觸目的一句話 要不要試試看 我們只要這樣講了以後 就有國際媒體會走過來 試一次喔 我講讚美主 你要講感謝主 我講感謝主 你要講讚美主 試一次好不好 老師配合一下 讚美主 感謝主 這邊同學來一次 來喔 幫你們 讚美主 感謝主 讚美主 我有這樣的心情好不好 非常好 我們每一次呢 唱完歌 因為呢 在國際場合沒有人聽得懂我們唱什麼 但是只要我們這樣一來 黑美主就過來 看看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這一群到底在做什麼 我剛剛在車上 我今天早上從高鐵 買了台鐵的便當 坐在高鐵上吃 希望高鐵不會很明火 在吃的時候呢 我就想到 今天啊 我想要問同學一個問題 可是呢 如果答不出來 真有一點不好的意思 就是請問台灣光復是民國幾年的事情 蛤 台灣光復 老師 民國幾年 好 三十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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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一下了 三十六的指數 三十六 三十六的指數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四 很好 好 我到底從三十五年開始來起 還有我們的歷史老師在這裡好緊張 說 這個歷史不知道有沒有上 好 我告訴你們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今天講前進愛爾蘭對不對 但是進來的時候你們都有看到一個題目叫 第五十屆國際聖體大會 有沒有 好 好 台灣代表團 參與第五十屆國際聖體大會 我們再算一個數學好了 國際聖體大會 每次連辦一次 請問 第五十屆將國際聖體大會 已經有多少年了 幾年 兩百年啊 這是真的 說 哎呦 怎麼這麼悠久的東西 我們都不知道 沒有聽過奧林皮克運動大會的 舉手 沒有聽過的 感謝主 你們都聽過國際聖體 國際奧林皮克運動大會 在幾年舉行的 八月舉行的 八月舉行 在哪裡 英國 對不對 你們有看嗎 有 這一個呢 就像 在天主教會裡面 他就像 奧林皮克運動大會 是給全球的人參加的 但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是 去參加奧林皮克運動大會 是要比賽得禮 才可以有資格參加 但參加國際聖體大會 是不需要考試 不需要 申請值得 你要領月曆 你都可以參加 那台灣為什麼這麼久以來 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你知道原因嗎 因為我們不夠老 我們還很年輕 我去找到了一些歷史的照片 台灣這片土地 為什麼要特別這樣強調 因為我剛剛問你們 光復市民國幾年 35年 剛剛我跳了一下對不對 我現在要給你們看 1937年 請問市民國幾年的是 26年 英國26年 台灣是誰統治的 印度 印度 蛤 哈哈哈哈 台灣那時候是誰的殖民地 是誰的殖民地 是誰的殖民地 所以看到 所以當時 日本在台灣這麼土地下的時候 帶著台灣的人民 參加過國際聖民大會 這個是我們找到 很珍貴留下來的照片 我給同學們看看 當時呢 飛機還不是在台灣的機場 還不是很流行的事 這一群人士從 高雄港出發 到哪裡 坐船 高雄港坐船 到了香港 喔 然後再到下門 然後 再到馬里拉 輾轉很久的時間 然後他們到馬里拉 參加了 第37屆的國際聖民大會 剛好是1937年 當時的狀況時間 他們有分給兒童參加的 有給青年們參加的 有給男士們參加的 當時還男女分開 男士的 有沒有看到 這是男士日 兒童日 然後這是迎接教宗的代表 等一下再告訴你為什麼 泰海接教宗代表 好的 當時 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是哪裡的國旗 哪裡的國旗 當時他們 代表台灣這塊土地 參加國際相當大會 你猜我們這次帶去的國旗 是什麼國旗 好 現在給你們看看 我們參加奧運的時候 用的是什麼旗 中華奧運的旗幟 旗幟對不對 好 你們可以看 可以看線 當時1937年 是20萬人聚集在馬里拉 20萬喔 是我們學校的多少輩子 我們學很多人 一千多輩子 一千多輩子 二十幾輩子 喔 好 這是當時呢 他們參加完 回到高雄表演成績 好 這是歷史了 所以我們很快回去 我們這一次 我現在要分享的是這一次 為什麼我們台灣這麼久了 從1937年失聯了 跟這個國旗回到失聯 這麼久了怎麼又會回來呢 在2008年的時候 教宗宣布第五十屆 國際聖明大會 在愛爾蘭首都都國列舉行 那個時候 他是在加拿大宣布 加拿大的時候 我們台灣去多少人 李余 他使我們對這個真的不熟悉 不知道 他教宗邀請我們去 我們要不要去 要不要 好不容易 他其實每一個都有搖子 我們沒有注意到而已 這次我們搖我們注意到了 說好 我們去台灣 就說好我們去 每一個活動都有一個主題 這一次第五十屆國際聖明大會的主題 我們考卷上有嗎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因為你們老師有沒有考卷給我 他說 哇 這裡聽你講還這麼嚴肅啊 先分享 好 那講一下 這個主題叫做聖體聖世 我們一起念一遍好了 聖體聖世 以基督和他人共融 每一個活動都會有一個logo 這個logo你們老師已經貼在牆壁上了 我很喜歡跟別人講這個logo的意思 來請你把頭抬起來 這個logo 這個有考試嗎 有嗎 喔 那我要講清楚一點喔 好 你看這個綠色的 藍色的 紅色的跟黃色的 各代表不同的意思 代表你來自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民主 不同的福色 好 因著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犧牲的 所留下來的聖體結合在一起 我們說明這個是因為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種族 跟不同的膚色 我們不同的膚色 因著耶穌基督和我們聚集在一起 你有沒有看到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來把手舉起來 好 舉起來 都舉起來試試看 你有沒有辦法舉起來 舉起來的時候呢 是不是會中到別人 所以他說 你要把你的雙手張開 才能和別人共和 如果你從頭到尾東 你自己躲起來 或自己一個人 也沒有辦法和別人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在半期上 也需要你看看同學的需要 看看自己的需要 也幫助別人的需要 我們在這樣的愛裡面 彼此的共融 所以呢 這一次的主題 就叫聖體卻是 與基督和他人共融 好 我準備了九十 九十張 大概有兩百張的照片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會講得很快 如果你討件上有 你聽不到的 你再舉手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這樣講很奇怪耶 我第一次去分享的時候 我樓下要是討件 這樣會有一點點壓力 不過沒有關係 這樣有一個好處 就是同學們會聽得很認真 好 來 這個很重要喔 國際聖體大會的意義 我們一起念一遍 好 一起念一遍 一遍 普世教會的象徵 二 國與國之間的融合 三 信仰的更新 那這個討論我沒有再修改過 下面第三個呢 其實是一個治癒和更新的意義 在1932年的時候 也就是八十年前 艾爾蘭曾經辦過一次國際聖體大會 那個時候的艾爾蘭剛好在內戰 內戰 饑荒得很嚴重 所以 那個時候在艾爾蘭境內辦國際聖體大會的時候 為艾爾蘭帶來了一個很重要的治癒更新的力量 這是他們大會主席在開始前和我們分享的 可是偏偏呢 這一次要在艾爾蘭辦的時候 艾爾蘭要出狀況 出什麼狀況 他們的神父 這是他們整個教會很難過的事情 但是他們非常勇敢地面對他 我等一下要告訴你 他們如何面對這件事情 我 這是在羅馬開會的那個會場 他用七個語言同時進行 有法文、義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英文 還有葡萄牙文 還有什麼文 七個 每個人都在耳機 聽自己可以聽的語言 然後呢 國際聖體大會的那個主席啊 他就站在這裡 就是第五十屆國際聖體大會的那個主席 他站在這裡 他說了一段話 就是我剛才講一半沒有講完的 很胖胖的 包包大大的七十幾歲的老人 站著 他說 愛爾蘭現在面臨的神父 這樣性醜聞的事件 讓整個愛爾蘭教會 成了一個受傷的教會 再多的道歉 都沒有辦法彌補這些受傷人的心 唯獨 再一次的邀請他們 回到治癒的群人 耶穌的面前 他們才有辦法得到治癒 所以我要邀請全世界的兄弟姐妹們 來到愛爾蘭 為這個受傷的教會祈禱 祝福 這是這個老婆 他在這裡 很應急地邀請全球的國家代表人 來到這個受傷教會 你想想 我們在台灣 他們在愛爾蘭 我們怎麼幫得了嗎 但是因為在天土裡面 因為在愛裡面 即便他們受傷了 我們都可以幫得上嗎 所以 我們 就去了 這是他家的方 也因為他這段話 他深深地觸動到我們 我本來想說 你們國家都這樣 有什麼臉要我們去呢 可是我沒有想到 蛤 不是他犯錯耶 可是他居然跟大家道歉 還邀請大家 一起來幫忙 愛爾蘭這個教會 所以我們台灣的迴響 有主教團 有派的一個主角 帶領我們一起 一起的準備 這個 小朋友聽了 就知道我們台灣怎麼準備 怎麼怎麼準備 好 那我們第一步呢 我們做了一件事情 來這裡要有一點點 有一點炫耀一下 才知道說我們台灣其實也還不錯的 我們就把帶回來的文獻資料 翻譯成中文 出版了 現在這個中文的資料 存在安定當的文獻資料庫裡面 我剛剛看到了三個 我帶了兩本 好 好 這個 這個 很珍貴的東西 然後呢 好 那我們 台灣怎麼準備 我剛剛是看我們台灣 整個教會怎麼準備這些東西 那所以我就跳過去 我們台灣 怎麼和2012接軌 所以我們台灣在福人大學 在2011年的時候 2011年是去年喔 這個時候辦了一場全國的聖經大會 幫助我們和2012做一個顯節 就像我們要辦全球的奧林匹克運動大會 我們會在台灣先辦一個全台的運動大會 但不只是這樣而已喔 我們要做一個顯節喔 讓台灣不了解這個的 可以慢慢的 好 在這裡你們會看到一個 你們很熟悉的人 這個是誰 太遠了喔 我的名字啊 這是我們的胡老師 我們給胡老師掌聲鼓勵 這一場有1000多個人來參與 在台灣辦了一個全國的聖經大會 所以當天呢我們邀請到胡老師 去帶領我們學長等的敬拜讚美 非常的讚美 有機會應該請老師帶你們一起這樣互相共融 這是當天的狀況 所以我們為了準備要去2012呢 這是事先的準備工作 我們現在還沒有到愛爾蘭 還在台灣醞釀 還在準備 這準備期有多久呢 兩年 從開會開始到事情發生有幾年 三年 所以2010年的時候 開始開籌備會 2011年的時候又開預備會 然後到2012才真正國際聖經大會開始 所以我們台灣怎麼規劃 怎麼籌備和宣傳 這個會影響到等一下我整個行程 所以我還是很簡單的跟同學們分享一下 當時因為我們對國際聖經大會都不認識 所以我們就設定了一個目標說 我們台灣去一定要認識 什麼叫做國際聖經大會 所以從國際聖經大會的第一天到最後一天 我們都要參加 他總共有幾天 八天 其實他大會的設計是你可以參加一天 三天五天八天 我們台灣就說好 既然我們都不熟悉 那我們就來參加八天的 所以我們八天的行程 期望呢 我們參加了之後 能夠把這樣很喜樂的火帶回台灣 我們怎麼宣傳 我相信我們辦活動最害怕的人 就是沒有人參加對不對 然後我們當時設計了一個 叫好不叫做的宣傳行程 那會不會很挫折 大家都說喔很好很好 但是他沒有人報名耶 我們過了三個月你猜報名人數多少 一二十二個人 離我們幾百二十個人的距離 還有多少 十倍 難不難過 難過 怎麼辦 開始唱歌 誒 你主要你要我們做什麼 但是這個過程很重要的 不要失去那個原本 那一份很單純的喜樂 生命的美麗在哪裡 純真的效應 就在你那裡很單純 很單純的動機裡面 你沒有要做什麼 但是呢 天主把它成就了 然後去的錢要從哪裡來 錢從哪裡來 很重要對不對 想去 我們想了三個半 第一個 當然自己要負擔啊 對不對 可以自己負擔的 就自己負擔 不能自己負擔的怎麼辦 就有人有這麼有愛心 他知道他很想去 他有錢 他出錢讓他去 他知道他行動不方便 但他有錢 他出錢讓可以走路的人去 我們在這裡看到了 第一線的溫暖 還沒出門前 哇 居然有人這麼好 我行動不方便 我好想去喔 但是 你可以走路 然後我出錢讓你去 第二個呢 神父們 我們各個教區都有出錢 嘉義這裡 主教區五萬 每個神父區都補助五萬塊喔 好 台北也補助機票 這樣很好對不對 你出國有人幫你出機票 還會開心 好 你們都喜歡自己出錢出去喔 好 現在小朋友比較不擔心這個 另外一個 我們跟外交部申請經費 為什麼可以跟外交部申請 因為我們參加的是國際性的場合 我們參加的是國際性的活動 外交部非常努力國人參與國際活動 而且等一下你就會看到喔 拿的是什麼旗 好 就在這行程呢 我們做了很多的準備 為了要去的人 賣個關子 等一下就會告訴你 去有多少人 這就是每一次培訓的時候 參加的人 越來越多 為什麼 參加培訓完了之後就說 欸這個活動很好耶 他回去又跟他朋友講 他回去又跟他朋友講 到最後你知道我們出門有多少人 看這看喔 好 這都是培訓喔 終於要出門了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是什麼啊 沒有關係 等一下都還是看一看的 可以清楚喔 好 就是出門了之前啊 這是以前夫人中學的校長 紅山俏海中天教 他祝福我們要出發的人 欸怎麼這麼少呢 當然不只啊 好 剛才十二我們後來是成倍數的去喔 再看看 欸這些人呢 準備好了 懷著愉快的心情 我剛講那麼久對不對 終於要出發了 要從台灣走到愛爾蘭去了 你們要有一種時空的感覺一下喔 你現在就是在那個機場的 這個叫什麼 機場的登機的那個樓梯喔 你們在這裡開始 準備要往前走了 這全部都是我們的 沒有串差別的 然後真的很開心 從 剛才講的 有多少人 總共有六十二個 比十二多的五倍了 對不對 所以我很開心 喔 感謝主 我忘記了 感謝主 大美主 好 這些人終於要出發了 你看到我放了兩個箭頭喔 這一趟旅程 真的很遠喔 你看台灣在這裡 愛爾蘭在這裡 我們飛機怎麼飛的 那邊看得到嗎 好 我們從台灣 飛到了香港 再從香港 飛到英國 再從英國 飛到愛爾蘭 請問 我們飛了多久 幾個小時 幾個小時 十三 可以再多一點 可以再多一點 多少 二十 快接近了 二十四個小時 耶 沒想到這麼遠對不對 我也沒有想到是這麼遠 我們從台灣到香港 就花了一個小時四十分 從香港到英國 就花了十八個小時 十倍兩斤 再加上轉機 又二十一個小時 然後呢 其實從英國到愛爾蘭的飛機 只要四十分鐘 但是因為我們在英國 降飛 總共加起來要二十四個小時 二十四小時 倒會怎樣 欸 很奇妙喔 你要看到 這是神父輪移 只有神父 因為這個神父呢 我相信神父們也很認識他 這也是聖影會的神父 他到了飛機場的時候 已經很累很累了 我說他真的很累 他只好坐在那個行李車的前面 我們照起來就像個五部輪椅 我要特別給你們看這五部輪椅 這個八十九歲 這個九十一歲 這個幾歲我不太清楚 這個是因為他腳受傷 他是真的腳受傷 然後他 八十五歲 想想看 我們這一團裡面 有怎樣 這麼年紀大的人 我要出發前 有人告訴我說 你真的要很小心喔 我們真的很為你煩惱 你帶這麼老的人出門 你難道不害怕嗎 你說我害不害怕 我很坦白告訴你 我一點都不害怕 為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會很困難 我不知道他們會有什麼麻煩 我想 他們都應該很健康 這是我相信的 所以我回來的時候 這個阿嬤 噢噢噢 這個 先講一下 噢噢對不起 好你看這個阿嬤 她八十九她在那館場 她打了一通電話給我 她告訴我說 你知道嗎 我要出門以前 其實 我有約一個 旅行團 要去韓國 都談好了 但是我把我的 護照 寄過去的時候 你知道對方說什麼 我說對不起 因為你太老了 我們沒有辦法讓你去 我們沒有辦法讓你去 我們給你去 全體集中 我們一般沒有辦法接受 她為什麼打來通電話給我 她要告訴我說 我真的好高興 我沒有想到 在我有生之年 我還能夠去參加國際聖明大會 平安的去 平安的回來 這是一個八十九歲的先生 有一天我去拜訪她 我問她說 都見到柯阿姨 柯阿姨你有什麼打算嗎 你現在的生活怎麼計畫呢 她八十九歲 她告訴我一件事情 她說 我正在整理我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你要整理你的東西呢 因為我已經八十九了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 會回到天主的懷抱 但我願意 我現在活著的每一天 都能夠含有了 我坐在她的面積 我的年齡不到她的一半 她的這一段話真的能動我 她八十九 她依然堅持 好好的 過她的每一天 即使她被拒絕了 但是她對未來還是充滿了希望 跟著我們去了 我們到達愛爾蘭 第一個看到的 哎呀 你們咋沒那麼愛過 就是出門以後才特別愛過 就是我們的遊覽車 我們到了以後 看到這一部國旗 超開心的 奇怪在台灣看到國旗 你們每天有生起 或是國旗 掛在那裡的感覺 可是到了那個 那麼遙遠的地方 二十幾個小時之後 看到這是愛爾蘭的國旗 這是眾壞民的國旗 沒有掛錯耶 我要出門前 大家一直提醒我說 你要記得喔 千萬別掛錯國旗 因為我們常會被什麼 被五星旗給毀掉了 他們會誤會你 因為我們後面一樣是China 我們是Republic of China 他們是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在這裡你可能不覺得怎麼樣 出國的時候 你就覺得這非常的重要 好 再來 看了 喔 這裡 這個地方的主人 很熱情的招待我們 我們吃了二十幾個小時之後的第一餐 真的好好吃 好開心喔 因為呢 總覺得在背景上怎麼吃都吃不飽 那個東西真的不好吃 可是在這裡吃什麼的好吃 因為實在也餓得久了 好 那剛才我給你們看的那個 喔 那個 就是這個東西 以前有看過嗎 這每一年元旦的時候啊 都會搶破頭了 這就叫國企圍巾 我們那出國前呢 想了很久說 欸 要用什麼當制服啊 可是愛爾蘭很奇怪 愛爾蘭的天氣是一個小時裡面 會有春夏秋冬 還包括下雨跟晴天一個小時喔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樣的制服 才不會被蓋起來呢 我們想到了一個 說啊 我們總不能批國旗出去吧 我們就去找了國旗威勤 而且呢 我們每一次送給人家禮物的時候 就會告訴他們這是什麼 你看這是什麼 一零一 今年是台灣的 一百零一年 我們台灣最高的個點是什麼 最高的大樓是什麼 一零一大樓 但我們這樣講就沒有特色了 對不對 現在我們說 當你一個領一個認識耶穌 一個領一個進入天主教會 你就會有喜樂 你仔細看喔 這是一個喜 這不是我被你設計的人 他設計的 然後呢 一個再領一個認識耶穌 一個再領一個進入天主教會 你就會有雙重的喜樂 把這些人接到裡面說 哇你們台灣真是太厲害了 頭腦真好 居然可以設計這樣 非常有意義的禮物 101101 101101 101 一個領一個認識耶穌 一個領一個 就用天主的教會 我可以說你們一個領一個同學 一個人 幫助一個同學 就會有靈脈的習慣 好 OK 這剛才是花絮 我們開始進入到 國際聖經大會的開幕了 開幕裡有多少人 兩萬三千人 來自幾個國家 120個國家 集聚在哪裡 艾爾蘭的跑馬場 跑馬 在電視上才看得見 台灣沒有跑馬場 也沒有賽馬場 集中在那裡 我們有七天的活動 都集中在這個賽馬場裡面 他有各式各樣不同的體育 這一個呢 是教宗派來的代表 派來代表參加國際聖經大會 代表呢 教宗對整個大會的關心和祝福 看一下 這是大會那個布 布幕的後面 他整個是用那個電腦輸出的 好 我要請大家看這個 這原本是一個跑馬場 他把它設計成這樣 那你看到這邊有一個圓圓的半圓 這邊也有一個圓圓的半圓 這一塊 這個地方 這個是我們在台灣比較少見的 就是為榮亞的人 特別設計的一個區 這裡不論是唱歌 不論是講話 或是跳舞 全部用手舞這一區 他也特別把這些人放在這裡 好讓他們頭部跟著大家是一樣的 那所以怎麼會知道他們的事呢 所以我們在報名的時候 他的報名表上就特別的注意到 他人的需要 我們會自己勾選 我需要什麼 你看我們台灣去有幾部輪椅 四部 所以我們要去之前呢 就跟大會跟進 我們需要四部的輪椅 他就真的為我們準備了四部的輪椅 那這個是很值得我們 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我想我們同學在這麼年輕的時候 比較沒有機會接觸到這一塊 特別是我們 在私立學校裡面 我們比較受到更多的照顧 但是這是弱勢的團體 他提醒我們 在全球各地的時候 我們是一樣的 在天主的原理 我們都是他最愛的寶貝 好 那每一次呢 我們開行程都會一起練習了 那全部都來自不同的國家 怎麼聽同一場演講 演講的是同一個人呢 有的時候是講義大利文 然後有的時候是講英文 我們怎麼同步知道他在講什麼 我手上在猜一個語言 這就是大會給我 裡面有四種不同的語言 你調整的時候 你就會有裡面 一個是英文 一個是法文 一個是義大利文 一個是西方大文 這一次還多了韓文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中文 我們一天到有韓文沒有中文 其實好難過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好久沒有參加 他們不知道 為中文有需要的人嗎 所以呢 我們這次去參加了回來 就寫了一個報告 希望下一屆 這裡會有中文出現 好不好 好 你們比較喜歡聽英文的嗎 不然怎麼這麼小的 好不好 好 這個掛在耳朵上 你調整你的頻道 你就可以知道 前面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你說奇怪 台灣去的 看起來年紀都很大 你問都很好嗎 我們有一個秘訣 是什麼 我們自己戴翻譯 我們花了六萬塊 租了六十二個同步翻譯機 掛在胸前 他講話 那個人翻譯 我們馬上都聽得到 他可以住在那裡喔 然後我站在這裡 可以跟人家 這樣才需要花這麼多費用 所以你們不要害怕 喔 但是英文還是很重要 我這樣講不是這樣 你們不用說英文喔 英文還是很重要 但是這樣國際場裡面 最主要的發音 還是英文 那 推而求其次 我們只好請人家幫忙翻譯 這個翻譯的人真的很辛苦喔 我們每一次呢 有這麼多的人 兩萬三千多個人聚集在一起 怎麼去辨識 讓你看一下 你看到這裡 手上這個圈圈 每天顏色都不同喔 這個場地呢 開放給所有的人都可以進去 不是所有的人 就是有報名的人 上面有名牌的人 可以進出 自由進出 但是工作的人員 他每一天都換不同的顏色 好讓警戒區是安全的 這警戒區就像我們同學 站在那裡當警衛啊 看你有沒有認真啊 這樣 他一樣是站在那裡 希望牌子的人可以進去 那 這個 比較有趣的是說 因為我剛剛講的 艾爾蘭 一個小時有四季 春夏秋冬 包括夏雨衣跟晴天 所以呢 典禮到一半的時候 常常要起來穿雨衣 所以我們每一天會發一件雨衣 就坐在大庭廣中 沒有屋頂的 沒有像這樣有屋頂 就在那裡穿雨衣 這兩個 這兩個人是在互相討論 雨衣要怎麼穿 我們在旁邊 你們知道 你看 所有的人都穿雨衣 包括 這些都是書記 也一樣都穿雨衣 這個mark 是雨衣上的mark 不是GP上面的 彭彭穿雨衣 然後呢 看一下 這就是在會場裡面 通通是開放的 沒有屋頂的 所以我們每天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帶雨 不帶雨傘 為什麼 因為雨傘會刺到別人 在這樣的場合裡面 就會特別發現到 不管你的膚色 不管你說什麼語言 不管你來自哪個國家 什麼是最美麗的 什麼 什麼 微笑 什麼的美麗在於 純真的笑容 你會發現 國際語言最美麗的 就是這個微笑 他來自台灣 花蓮 花蓮 些會人 他呢 是從麥基利亞來的 但是他還是台灣去的 哈哈 再給大家看一個 這個是大會為我們華人 所準備的 我們一進到裡面 就看到 哇 他們的布置 居然放上了我們的 國際 有沒有放錯 沒有 就是沒有 更開心 放上我們的國際 所以 這一個 這一個 很大的教堂裡面 是 特別安排 給講中文的人 那一天 參與的 我們所有的 日子裡面 都是用英文發音 就只有這一天是中文的 他特別要邀請 所有的華人 來到那裡 一起共融 像我們在這裡 覺得不稀奇 大家都 來自台灣 你看 面孔都一樣 但是到國外的時候 因為這樣呢 所以你們會看到 這裡有特別 有一些人 他就特別選 要來參加華人 講華語的 一個感恩 那結束之後呢 怎麼樣 就是 通會準備 吃了給大家吃 跟我們非常的高興 那 每一天的早上 這個 國際聖禮大會 每一天的早上 都是會在這個 這是一個禮堂 就像這樣一個大禮堂 在這裡 我們非常安靜的 祈禱 好 讓一天 是一個美好的開始 好 所以我們在臨近大雙 得到力量 再出發 然後在這個 灘板上 去到那裡 什麼字都看不懂的時候 就覺得這兩個字 特別美麗 這是什麼 這就是那個大堂裡面 因為我們唯獨 看得懂的兩個字 叫 平常覺得 白紫黑可以不太美麗 但是呢 在這樣的場合 裡面就覺得 哇 真好 能夠熟悉自己的語言 真是美麗 這是我們 參加的工作坊 好 所謂的工作坊 他會有人 帶領我們 會有演講 然後會有活動 這樣 總共有兩百多個 可以讓我們自由的選擇 也有不同的語言 有義大利文 有法文 你只要懂的語言 像我知道 我們同學有人在學德文 你也可以去參加德文的工作坊 你 所以 會的語言 你就可以去參加 所以是 很多語言的 你有興趣 你就可以去參與 他還特別為我們的年輕人 為我們這個年紀的 準備了一個工作坊 每一天大概有 八百多個年輕人 就是跟你們的年紀差不多的 八百個出入在那個會場裡面 好 我剛剛講的話 好 沒有 你會看到我們的秘密武器 就是這個 然後有人幫你 然後我們帶著就可以同步了 這個就是 我們在大會裡面 參加工作坊的狀況 然後在大會裡面有一個地方 我想 我想 為 聽客廳無聊了 就可以去這裡逛 他有各式各樣不同的 有賣東西的 只差沒有賣吃的而已 有賣東西的 也有祝福的 我沒有秀一張 他在旁邊一個小小的角落 他設計一個很小的空間 當你自己覺得 喔 這麼多了 我真的有一點累了 你可以到裡面有一張小禮物 然後你可以很安靜的坐在裡面 然後再走出來 就讓你自己 可以再重新的開始 這次展覽裡面 然後參加活動 要吃飯吧 對不對 午餐時刻到了 這是最快樂的時間 不管你是誰 為什麼我拍他的背影呢 他是 翻地桿的 中座國際盛景大會的主席 不管你是主席 還是我們 大家都一樣 排隊吃飯 沒有特別的位置 為他或VIP room 或是特別的地方 大家都一樣 就在這裡 所以我們在這裡等著 吃午餐的時候呢 也是一個共融聊天的時刻 那他們就會看著我們不同的面孔 然後來跟我們打架會 這就是我們每天在廣場 一起聆聽不一樣的講座 然後不一樣的要語言 這邊跟剛才的工作坊都不一樣 所以他的活動安排是很特別 那我要特別強調這件事情是說 這次我們台灣去 雖然不是這麼多的人 也是大會對我們台灣非常的重視 甚至於在他們安排活動裡面的一天 安排我們台灣的主教 上台和他們的書記們一起共進 共進就是一起抵撒 我想校長在這裡應該有邀請你們一起 在學校裡面有一個感恩力 這樣就是大會特別的給我們台灣有這樣的機會 然後在這個活動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家人 這個媽媽有六個小孩 我問了一下說這六個都是她的嗎 她說對 為什麼 因為她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 每天都是帶著這樣一群來參加 而且很特別的是 這些小朋友 這些小朋友 我就算了一下 只有一對雙胞胎 其他四個 我大概差一歲一歲一歲這樣 每一天都盛裝出席了 不是穿著拖鞋啊 這樣隨便跑來這樣 每一天媽媽都幫她打扮得好熱情 然後呢六個人都坐在一起 跟爸爸媽媽總共八個 每一天他們都會來坐在這裡一起 等到後來真的忍不住跑去跟他們照相 真的太佩服了 這樣年輕的爸爸媽媽 願意帶著孩子在兩三萬人中間 我們正正也說哎呀 只要上廁所就不方便了 那把她帶去 結果她不管刮風下雨 她都帶去了 我們這次也遇到了 國小的學生 有沒有看到 他們耳朵上都帶的就是 我剛剛拿了這個 然後在大會裡面穿衣 那這是我們台灣去的九十一歲的阿嬤 走路的速度比我多寬 她到現在還去監獄幫忙 每一個禮拜都還去監獄 去鼓勵一些受刑人 鼓勵他們生活 是美好的回答 認識別人 那在大會裡面呢 這是我們意外發現的 因為我們台灣區有幾個老人 我們台灣區有多少老人 三個八十歲以上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平常在大會裡面 最少有三部輪椅 在移動 再加上一個腳受傷的 所以四部 每當風一齊 還沒下雨時 大會的義工 這是義工 他們就會出來 找尋這些老人家 做什麼 邀請他們 到這真的是意外提供的 叫做醫護室 裡面的椅子 是按摩椅 提供什麼 熱水 巧克力 咖啡 奶茶 讓他們暖暖身 然後呢 等到他願意了 他覺得 嗯 我舒服了 OK 再從這個休息室 回到這個廣場來 好不好 溫不溫暖 你只能照顧他們的需要 我們這個可愛的阿嬤 自從去過一次之後 每天下午都會移動要求說 我去坐一下 一去就是三個小時 他就很開心在這裡 然後這個呢 不是自公而由 就是專業的醫生 在那邊 陪伴他們 以便他們有隨時有任何的需要 這是我們看到很溫暖的一面 除了我們參加大會活動以外 我們安排了幾個 剛才有人問我說 你們還去哪裡 記不記得我剛才有說 我們有跟外交部申請什麼 金費 對不對 所以得做一點點外交的事情 外交部駐艾爾蘭的代表 就來跟我們一起吃飯 現在是他請我們吃飯 不是我們請他吃飯 請我們吃飯很開心 有台灣人到艾爾蘭的 他們在那裡 台灣人很多 台灣人很少 但是呢 我們去的時候 艾爾蘭代表很開心 然後我們就邀請他 因為我們也想說 讓他可以認識 艾爾蘭那邊的一些活動 因為他在那裡 只認識政治的活動 不知道 艾爾蘭其實是一個很傳統的 天主家的國家 他有很多很美麗的東西 像聖母君 他的總部就在艾爾蘭 這些呢 是全球 全世界在艾爾蘭的各地 所創辦的創辦人 就是聖母君 以後你們可能會有機會 聖母君提供的 其實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那個 溫暖的照顧者 他會到醫院拜訪 他會到家裡面 我們常常說 他們就是 祥父的左右手 可以幫忙教會 幫忙需要的人 那這個就是 創辦人他住的地方 他們都可以幫他保存的 非常的好 那這個是 我再重複一次 我們跟外教部 申請經費了對不對 所以很重要的意思 如果你有跟外教部 申請經費要記得 要去跟總理合照 代表我們有做國民外交 代表我們有做國民外交 人家跟我開玩笑的說 這張可以只二十萬 因為我們申請二十萬 我們的政府官員去艾爾蘭 是見不到總理的 但是呢 因為我們是教會 所以沒有國際之分 沒有政治之分 只有在艾內 我們就教會 在艾內 所以我們在那裡參加了 教會 那為什麼我特別是三位女士 給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一位呢 這一位呢 是這一次 第五十屆國際聖體大會 他們組成了一個公司 辦理全球的活動 然後她是這裡的總經理 是一個女生 好 這個女生 她原本就是在辦類似像 Olympic這樣的活動 所以呢 特別邀請她 來辦這一支的國際聖體大會 她們的工資呢 在今年九月二十八號關門了 為什麼 因為已經結束了啊 要到下一屆啦 待會告訴你 下一屆在哪裡喔 好 結束的時候呢 我去報告台灣的狀況 我剛剛有跟你說 你說感謝主任美主的時候 媒體就來了 這是我們 就站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面國際有多大呢 好嗎 你們家的雙人床 並起來 再加一個單人床 這麼大的一個國際 我們怎麼拿到的 因為我們忘了帶這麼大的國際去 我們就跟愛爾蘭 代表出說 對不起 你們有沒有那種國際可以聊的 好 我們帶了小國際 手上聊的 結果我們到了第八天的時候 我們手上搖的已經快要都沒有了 不是丟掉了喔 是別人覺得我們的國際太漂亮了 還要走 很難想像喔 我們在這樣搖 就跟你們說你們的國際真的好美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人 當然沒有問題啊 就送了 送了 所以送到這已經是一七天了 手上都沒有國際了 手上都沒有國際了 所以愛爾蘭代表處就把我們送了一個國際來 這個國際 就是我們一張三人團家 一張三人團家 那麼大 我真的是長這麼大 第一次看到那麼大的國際 好開心喔 因為是在飯店街道 我就量了一下 哇 有改這麼大的國際 然後呢 台灣代表團 就在這樣風雨之中 唱歌 唱完就喊 感謝主 我沒有騙你們了 這是真的 這是飯店鋼的電台 他們來採訪 另外還有愛爾蘭的國家電台 也來採訪 這個 欸 看到了 一八天 一五里開始了 一五里在哪裡舉行 來愛爾蘭都國立 這一個 這是外面嗎 這個足球場呢 是歐洲的三大足球組織 可以融化多少人 瞧瞧看 北克曼在那裡打球過喔 歐巴馬就在我們區之前去的 英國女王 在去年的六個區 參觀這一個 就瞧瞧 我們閉幕裡在這裡就是 好 看一下 剛剛是 你看 這是別奶的樣子對不對 現在 那一天他們把它裝點成這樣 完全看不出來了喔 那一天 他們裝了 八萬三千人 為什麼用多三千人可以放在哪裡 因為平常打足球 足球場的那個草皮 沒有打足球啦 所以可以再放三千人 所以每天在這個庇幕上 有八萬三千人 集合在這個足球場裡 你知道八萬三千人 沒有私餘 但是全場安安靜靜的 一起站起來 一起坐下 怎麼辦到 八萬三千人 你沒有叫官說 你這 瞳瞎安靜 沒有這樣 但是巴馬先生怎麼安靜的 他有一個魔術方塊 我秀給你看 看一下 在這裡 看到沒有 他用這個魔術小方塊 沒有讓一個人說 Please stand up 沒有 但是當這個小方塊出現的時候 大家就站起來 坐下的時候 他這個小方塊就是坐下 站起來 安靜靜 這也是我開了的一場 八萬三千人 可以這樣 在同一個場合裡面 所以呢 我用不同的角度 來看他場地怎麼佈置這樣 有興趣的話 老師這個車就一定坐一坐 好 那 我今天呢 介紹好 在我們閉幕裡的那一天 教宗呢 宣布了 第五十一屆國際聖體大會 會在 菲律賓的書 他這樣 他這樣一宣布的時候 那個 菲律賓的 拿了國旗 從後面一直衝 一直衝 衝 衝 衝到我才對前面來 然後在前面花呼 邀請我們 第五十屆國際聖體大會 在哪裡 菲律賓的書 離我們很近喔 我們或許都有機會去喔 因為還要在 四年 那個時候我們的國二 已經大學二年級了 我們的國中 一年已經是高二 在這樣的國際場合裡面 中華民國台灣不吹息 謝謝大家 掌聲鼓勵 你們這些掌聲是給他的喔 他的正在我講 去到了這裡 要不要國際同步一下 我們來唱一次 國際聖體大會的主題曲的前面 非常的簡單 來 我們雖然眾多 而且也是我們的身體 我原本要在英文版本 來後來想想 我們唱中文的比較有感覺 對不對 好 請唱喔 歌BS 我們清玩鐘 錢是你的兄弟 我原理的情ittle 像神光临时亮 不知我的梦想 就我们去美 再遥忽 现在到永远 我们一起唱啊 二 三 来 我们四个周末 却是一个想法 我们一起唱啊 生活的心跳 不知我的梦想 就我们的经历 自我爱的梦 现在到永远 赞美主 感谢主 感谢主 再美感谢主 哈利路亚 这是我们在屏幕里 最后的一句话 我们来自 今天 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 来 我们一起说 赞美主 感谢主 赞美感谢主 哈利路亚 谢谢大家